有没有 哦,有捏 哦,大条捏 大 你看,一个直升带 就会长那么多 波弟 你在放晒哦 起床哦 哦 伸软腰捏 中了三盆 这是第一代 一个礼拜后叶子变得漂亮了 一个月后叶子很多 也漂亮 两个月后很茂密 草叶长出来 这个是三个月后 的状态 这个是四个月 我们准备要来采收了 要来挖地瓜了 其实已经快看不到地瓜了 在这个直升带里面 哇 哇 哇 下好久雨了 趁着天气好把它拉出来 拿来去 种地瓜 啊 挖地瓜 哇 其实正确来说是 倒地瓜 啊 底下还长到这边来了 哇 这个 有点难 又出来 哇 死撑啊 啊 好难啊 再还有那个草木灰 还没有分解完 哇 这么小根 哇 天哪 是因为叶子太冒吗 不知道 希望有地瓜 也不知道 有还是没有呢 哎 有一些 有耶 里面还有 啊 点冰 一 二 有啦 吃一餐没问题 大条 这太小了 哇 那这么大条 竟然没看到 这边 没完事只要是这边就可以了 好 等一下 波及怎么没有来 拉迪赛 在旁边 啊 就是这样子 大大小小 集合 至于四个月 采收 觉得不够大条 所以我们后面两盆 决定到五个月 再来采收 二号 地瓜 半日照 潮湿的环境 这个是一个星期后的状态 叶子变多了 一个月后 叶子更加茂密 尤其有下雨 状况更好 这个是两个月后 很明显看出藤蔓也变多了 这个是三个月后 很挤哦 在小小的空间里面生长 四个月后 已经跑到外面来了 接下来 就到了第五个月 感觉有点乱了 我们应该要来加以采收 三号地瓜 一开始 种在多肉棚架下 但光线不好 把它换了位置 这是一个月后 的状态 这是两个月后 开始变漂亮了 三个月后 可以明显看出整个藤蔓都往外长 四个月后 这个时候还看不出采收的样子 再隔一个月 最后的生长状态 是非常快速的 喂 这个土匪 这个种好一段时间的 这个 地瓜 要把它清掉 看一下 有没有 哦 哦 油内 哦 大条 大 你看一个直升带 就可以长那么多 啊 还有一站 哦 不想离开 哦 哦 讚 要小看直升带 点冰一下 一 二 小条 这个 是 一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这的顏色有生油芝麻 肯 Może可能比较老了 又沒管它 栗子地瓜 金屎 兩個直升帶 我要說什麼 讚 好,OK 栗子地瓜質地非常的鬆軟 以上是種植的紀錄 跟大家一起分享